最後一題 三一大堆 R1 R2 R3 R4 電阻都告訴你了 全部電阻都告訴你 就是你可以 知道總電阻的意思 B點的電流是五安培 叫做所謂的總電流的意思 總電流的意思 BC的電位 電壓就是只有那個 中間那個R3的電壓 然後請問你R1電流 R4電流 AB就是那個最左邊的病人的電壓 還有A珠之間 就是所謂的總電阻 總電阻 然後請問你總電壓 如果我現在是要講解課程 是但是一題一題算 可是如果是人家一次題目出出來 其實你可以很容易算出 倒數第二名 因為那就是所謂的總電阻 有公式可以直接帶 好公式直接帶 那我們就一題一題來 BC電壓多少 BC的電壓多少 如果你要代公式 如果你要代公式 R等於I分之V 你會需要知道 I 你會需要知道那個 R R3有了可是你不是I 那個I就是總電流 可是如果沒有跟我講 那如果你要總電流就是需要什麼 總電壓跟 總電主 總電主有啦 總電主可以求 總電壓咧 沒有 有嗎 沒有 那怎麼辦 全部都鎖死了 那怎麼辦 有什麼方法 有什麼 B的電壓總 總電有叫做五安培 總電有五安培 總電有五安培 所以有了 剛才說要求電流不用求 因為他已經叫做五安培了 來 現在要找帥哥男 帥哥男 三五這個人沒有 三五 三五 三五誰 不用問吧 二五 二十塊有問過嗎 二十五沒有這個人 二十九 二八早上問過了 二一 二一 三月 二一 三十喔 三十喔 你說三十啊 你說 聽起來好大 哇 我剛才講的過程當中 我肉派的條件就是 他其實有告訴我總電流 就是那個B的總電流 就是那個R3的電流 那你有R3電流 有R3電流 那你就求R3的電壓 R等於R分之V啊 所以呢 帶進去就好啦 R等於R分之V帶進去就好啦 三十五個 OK 好 第一件小事解決了 這個小事應該可以幫助我解決未來的事情 啊請問你R1電流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左邊的病人上面那個電流 方法1 你知道總電流完培 兵分兩路 幾V幾 電壓一樣 電流跟電圖成 反比 幾V幾 你誰出來 帶V的IR 你需要知道V 你有知道V嗎 你有知道V嗎 有辦法知道V啊 有辦法知道V啊 因為每個電阻都知道就知道電阻嘛 然後知道全部的電流 知道全部的電壓嘛 並且電壓都一樣嘛 也可以知道嘛 只是 你可能要算比較囉嗦一點 久一點而已嘛 可愛小女生 1號討論路是不是問過 對 對 有討論過嗎 沒有 1號 3 你過 要說R1電流 要用R1電子 要用R1電子 要用R1電壓 可是你沒有R1電壓 可是你可以知道整個病人的電流 就是五萬培 每個電子都告訴你 你就可以求出所謂的那邊的電子 那邊的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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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的電壓 所以 病人的電子 導數 導數 算出來那個病人的電子 12歐姆 這個12歐姆呢 總共有五萬培電流 所以知道那個電壓是60伏特 就是所謂的最左邊的那塊 病人的電壓是60伏 也就是每個電壓都是60伏 那你就小得電壓 小得電子 你就可以求電流 R給I分之V V給IR 來進去 算出來 三萬培 那R4電流呢 可以比照剛剛的辦法辦理 想法可以一樣 我也講過了 你也可以用比的 可以用比的 我在講解的過程中 我基本上 除了之前那一次 有比給你看出來 我都不再用比的方法 因為很多同學數學的觀念 沒有那麼清楚 用比的講他會聽不懂 我在講什麼 所以我就是好好算 我就是好好算 OK R4有多少勒 R4有多少勒 帥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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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都沒有帥哥 你們看沒有36 沒有 22有嗎 二塞長問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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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二塞長沒有問過 起來換你 起來 大哥起立 多少 沒有人要報答案給你喔 4喔 等一下 第3號 4 4 你要找救世主幫你 一樣 要算那邊的電流 要那邊的電流 要那邊的電壓 你現在有 你其實因為你剛才有算出來 其實可以比較更簡單的方法做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這樣原來就這樣 你就是 R4的電壓就是R4跟R5B0的電壓 就是右邊那塊幣連的電壓 你可以算出右邊幣連的電阻 你知道右邊幣連的電流 你就會算出右邊幣連的電壓 所以一樣 所以一樣再帶一次R等下1分之V 但是要先知道電阻 總電阻 右邊幣連的總電阻 導速 相加導速 算出來是8歐姆 算出來是8歐姆 然後呢 這邊有這裡的電阻 有這裡的電阻 有這裡的電阻 有這裡的電壓 就是40伏特 好了 這邊右邊幣連的電壓是40伏 就表示 R4跟R5的電壓也是40伏 那有電壓 有電阻 就可以求電流 還是R等於I分之V V等I 帶回去 算出來 4安培 這就是我們的解題 就是我們的前面三個小題的解法 可以理解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